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音时间是礼拜四 下午的3点07分 涨116点 今天最高涨了152点 今天成交量2563亿 今天信心有没有回复一些 不要说信心百倍 至少信心多增加一倍两倍出来 应该要的 我昨天特别针对时间周期的部分 来跟大家做报告 原本时间周期我跟大家算的 今年以来 连续一年来都是64天 所以当时在上个礼拜的时候 我跟大家估计第63天 接下来第64天就会有转折的机会出现 那果然第64天就连涨3天 涨了300多点 那涨了300多点 结果这个礼拜 因为美国预期升级两码 加上俄罗斯恐吓要动用核武 让股市突然间 杀缸 三天而已 跌掉了快1000点 三天跌了七八百点 所以导致又破底 那我昨天把时间周期做了修正之后 跟大家做分析报告 那为什么周期要调整 因为像我们长期在研究时间周期的 有一些变数的出现 要涵盖一起去注意 如果像这种单 单底或单头 像这种有没有 就一只脚而已 或一个头而已 或一只脚而已 这个周期都不会有变数 像就是单脚 那如果出现双头 或者双脚的 像这一次 第六四天到高点 蹲下来 再来一次 高点差不多 第73天 然后才正式回档 所以像这种出现双底的 或者出现这种双头 双底或双头的 两只脚或两个头的 那在时间周期上面 都有改变的一些讯号 要涵盖一起算 所以昨天把时间周期重算之后 以第一个高点 到昨天是第七十一天 那以第二个高点 到昨天是第六十二天 所以到时候重叠 六十四跟七十三 重叠下来 会在几乎在接近 同一天的位置 所以昨天给大家下了注角 在昨天大叠的时候 我下了注角 两日之内 会有反转的时间 而且以位阶来看 下降轨的底部支撑 是最强的 前一只脚的位置 也重叠在这里 所以昨天跌到四百 将近四百五周 弹得上来 那昨天也开始有 追价买进的一些买盘 所以昨天特别提醒你 两日内 会有转折的讯号 那包含如果说以 短波段来看的话 短波段 第一只脚三十七天 然后这次落了两只脚 落两只脚弹上来 以第一只脚弹上来 以第一只脚弹上来的时间 是十八天 第二只脚弹上来的时间 是十二天 所以两个时间 所以第一个时间十一天 第二个时间昨天是第十八天 所以十八天正好这边三十七 三十八 十八加起来三十六 两度两只脚弹的时间 是这边下跌的时间 所以昨天这个时间 其实也是很漂亮的 所以重叠的反转时间 短线的时间跟长线时间 几乎都落在相同的位置 都落在相同的时间 首先台北股市的行情 从开高一度又压回 今天开高一百点 结果又压了回来 再回到昨天的低点 再回到昨天的低点 很接近的位置 然后下半场开始 就一路大反攻了 一度涨了152点 缩盘涨了116点 所以以今天这根棒子来看的话 反转的味道是很强烈的 那现在接下来就是确认 时间到下一个就是确认 那怎么样会确认 把跳空缺口给补掉 把跳空缺口给补掉 礼拜二的收盘价 16646点 这个跳空缺口 这个跳空缺口如果补掉 那么底部反转就会确认 所以目前是转折时间到 那就等确认讯号指标在低档 反转完成的机会高 这个行情依照时间周期来算 我有大概九成的把握 那现在唯一的变数是什么 唯一的变数 除非有新的利空出现 升息的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我跟大家讲过升息有很 升息的目的是为了要控制通货膨胀嘛 对不对 所以它有很多的方法 不一定一定要大力度的 五月升息两码是笃定的啦 那接下来它的力度跟时间都会有变数 都会有弹性的调整 所以现在升息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所以现在会不会有新的利空 因为俄罗斯前两天丢出来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不排除动用核武 那现在话是这样讲啊 到底会不会发生我们不知道 如果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那其他什么周期都谈都没有用 如果真的发生核武了 那谈其他都没有用 那因为这种东西也不是说你想发生就会发生 虽然俄罗斯他已经把话说出来了 那我们也不能说 你说归说我完全不理会你 也不可能嘛 对不对 因为普丁那个人已经是个疯子了 他想怎么样做 就看他个人的意愿 他高兴他就做了 大家怎么样说他不会 怎么样说去评估都没有用 就随他个人的意志 所以我意思说 除非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真的发生核武 否则这个时间周期是有效的 这样听懂吗 除非发生那两个事件 否则这个周期是有效的 那你说发生核武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 高还是低 你看昨天欧洲 欧洲昨天涨 因为丢出这样议题之后 礼拜二 道重跌了800多点 那台北股市昨天也被下到跌400多点 结果昨天欧洲股市都涨 昨天德国英国法国 大卖比利时全部都掉 那今天法国跟德国刚开盘 马上大涨1.4% 所以地缘政治来看的话 如果真的要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 政养绝对是在欧洲 对不对 如果要发生核武的攻击 那欧洲也是最威胁的地方 那现在反而美国那种距离欧洲那么远 台湾距离那么远 我们地缘政治差那么远的地方 我们吓死掉了 结果欧洲本地的完全不担心这个问题 股市已经连涨第二天了 今天一开盘就已经大涨1.4%了 所以依照以欧洲的一个表态 似乎他们是相对比较乐观 不会发生的一个表态倾向 这样懂吗 所以个人觉得 这个事情发生的可能性 其实是不高的 因为欧洲已经从股市行情表态给你看了 所以还是回到刚刚的话题 除非真的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或者真的动到核武 那否则这个时间周期是有效的 好 这时间周期是有效的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日本涨了461点 南韩澳洲都涨1.2% 香港涨1.4% 台北股市涨0.71% 人的一半而已 所以信心不够还是最明显的 外资继续在卖台股 昨天融资又减少了 昨天融资又减少了72亿 三天下来融资减了快200亿 寒颤效应 现在很多投资人已经吓到 不敢有非分之想 不敢败 我还是给大家建议 我刚大盘花那么多时间跟大家谈 无非就是希望你能够看清楚 目前的状况 目前大盘的部分 大盘归大盘个股归个股 大盘跟大家谈那么多 只是希望让你了解目前总体的情况 那真正重要的还是在 各股的超级财报 避开高档的锁定底部的 绝对是这个样子 你看今天行情里面 盘后脸书大涨了18% 脸书盘后发布财报 一发布大涨18% 高通盘后大涨5% 因为财报一发布盘后就飙了 微软昨天发布财报 昨天微软也大涨了5% 所以你看目前 美国股市的部分 电子盘 道雄已经涨268点了 纳达克已经大涨2%了 因为高通跟脸书 盘后发布财报 推升的那达克已经大涨了 所以赶快锁定针对个股的部分 大盘你没有操作台子期 你不用去理会大盘 大盘会跟我所讲的一样走 找底部的股票 尤其财报超级优秀的 那昨天提供给大家索取的 这40档高档高博物股票 这40档都要闪开 有弹上来逢高卖 后端起来逢高卖 然后锁定底部的股票 这40档就不要摸了 锁定底部的股票操作就对 你看今天行情里面 几档指标型的股票 联电 昨天财报发布完之后今天涨停 联电这大小的公司 台积电发表财报 反而还落空对不对 财报发布当天 AD开高3% 开高4% 缩盘跌3% 从此台积电就一落千丈 从此台积电 财报发布完之后就一路杀了 就一路杀了 那联电反而财报发布之后 今天联电就拉涨停了 因为公司表态是很重要的 但联电价格低 市场接受意愿也会比较高 那台积电不是所有人都买得起的 很多人买台积电都买零股 那个零股力量一分散掉 效果就差了 那联电一张才4万多 大家都买得起 所以就算外资在卖 蚂蚁熊兵 蚂蚁兵团一样可以把它扛着走 联电第一季财报1.6亿元 1.6亿元 而且公司已经讲得很清楚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每一季 业绩都会继续创高 台积电的讲法 还没有联电来得那么的肯定 台积电它还是会有淡忘季的情况 可是联电已经表态 第二季还会再创高 第三季也会创高 所以我大概顾了一下 联电今年美股活力应该有挑战7块钱的实力 你知道联电挑战7块钱是什么意思 我今天特别为大家做了一张表格 这是联电最近这20年来 不到20年大概15年来 15年来联电的月线 我标这个红字是当年的最高点 每年的股价最高点 那黑色是本益比的部分多少倍 那最上面是联电每年的EPS 所以我今天特别算这张表格 给大家看的是一个长期的 联电价格的合理性 你看你它每年的获利EPS 跟高点的价格一除之后 很清楚的联电的本益比 长期以来低标在15倍 高标在20倍 有曾经两次是到32倍的 那其他时间 今天几乎都低标在15倍 高标在20倍 参考价值还蛮高的啦 你以前年EPS2.4 股价涨到51.7也是21倍啊 那去年4.57 涨到72块钱 本益比也是15倍 至少都达到低标15倍的低标 那高标的话就是20倍 看当时市场的情况热度如何 好那假设这个状况 长期都这样子 今年也是维持的话 那今年连电如果EPS7块钱的话 你去想你去试算 15倍的本益比 今年的目标高价会到多少 今天我要说什么 今年EPS7块钱 我们不要去算高标 我们算低标就好 就算低标的本益比 联电应该涨到多少 这也是最低点 联电来到43.5元 这支股票 后面回去你一定要注意 今年下半年的行情 恐怕会让大家很意外 其实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对不对 听得懂就听得懂 低档 因为上面套牢很重啊 所以来来回回做差价 长线的操作 很重要 所以今天联电一涨之后 世界先进也带上来了 立基电也带上来了 所以那个效果是很强的 那今天联发科 昨天发布的财报 EPS21元 跟我估的几乎一模一样 我也是估21块钱 南越有汇兑的问题 所以我是估21到22 觉得他是21 跟我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公司的报告也是 第二季营收还会在成长 毛利率也会维持在48到50% 我大概把联发科 昨天的财报看完之后 反正就看法人圈信不信嘛 法人圈有些人在说什么 他根本就不理会 依照自己的想法 然后做评估 一下降平等 一下升平等 那欧北来 然后产业人家 是在第一线面对市场的 所讲出来的评估报告 有些法人根本就不理那一些 反正就是依照自己 要打压什么股票 就是想一大堆利空 去告诉投资人 想要拉什么股票 就想一大堆利多 凭空想一些利多 然后去挑高平等 所以说外资报告不看也罢了 业界的法人 不是公司的讲法你要多听 然后去了解这个公司 他们长期讲 在分析产业的合理性 跟准确率如何 这个才是最根本的东西 至于法人的东西不看也罢 可是投资人都只会听 只会听法人的 因为法人会讲价格嘛 上市会公司老板 不会跟你讲价格 他跟你谈的是趋势 跟你谈的是一个产业 那不讲价格你就听不懂了嘛 那外资讲价格你就听得懂了 结果外资都骗你了 以联发科今年每股获利我估计 依照公司的说法我估计 今年应该有85块钱 除非公司的预估是错误的 否则如果依照公司的预估 联发科今年每股获利 应该有85块钱 85块钱还是保守的 好 那我们今天特别把联发科 最近这二十几年来 至二十几年联发科的月线 联发科每年的高点这个红字 跟当年的EPS上面那一排 相除之后的本益比 高点的本益比 我把它换算了一下 还蛮准的 还蛮准的 你看联发科每年高点的本益比 最低都有16倍17倍 那高标的时候 因为每年市场的状况 热度不一样 热度强的时候 北比都有到22倍24倍 有曾经有三年 北比来到30倍跟31倍 可是最低的低标都能够有17倍 有三四年的时间 低标是在17倍跟18倍 所以它那个论举 依照市场的热度 每年的本益比 至少都有17倍的本益比高标 高标价格的本益比 那热度够的时候 都能够到22倍 甚至到30倍 我觉得这个参考价值还蛮高的 那你109年赚26块钱 股价涨到763 本益比高达29倍 是不是来到高标 那去年赚70.5来到1200 本益比也有17倍 是不是至少达到低标的本益比 那你试算今年如果联发科 赚85块钱的话 那你就算用低标的本益比 你就算用低标的本益比去算 联发科合理的价格 至少会在多少 有时候画龙点睛 意思到就够了 接下来就看你怎么样去 评估这家公司 我说得很清楚 联发科从1200跌到800这里来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我觉得这是个机会 但行情也不是马上就能够立竿借银 他会来来回回一直折磨你的 折磨你一直考验你 对他的一个忠诚 对他的一个认同 联发科要注意 联发科会带动 IC设计公司 你看今天瑞玉就大涨了 4966的普瑞今天也度涨停 3034的联勇 联家军今天全部都发动了 所以联电带动晶圆制造 联发科带动IC设计 这是今天盘面上的重点 所以电子股占大盘占了58%的比重 所以赶快回到基本面的部分 回到财报的部分 去找这些赚大钱股价在底部的个股 等一下再来跟大家谈 今天航空股占了9.9% 因为市场钱就一笔而已 当电子股小轰 急得劳退航空股去 那电子股一起来 钱自然就被分散掉 尤其当量不够的时候 今天成交量2563亿 如果量多 那就可以有两组 三组的主流群 所以今天量不够 航空股只有被逼着把资金退出来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 那韩股 长龙 阳明 今天原本都一直在平盘 那最后 长龙跌2块钱 阳明跌5毛钱 那不用怕他啦 不用怕他 马士基调高 今年的财测之后 股价连续两天大涨了8% 那今天南韩的现代商船 南韩的现代商船 今天也大涨 南韩现代商船 今天股价也大涨了6.1% 马士基两天大涨8%之后 马士基目前刚开盘 又涨了1.35% 所以长龙阳明 钱一直没有流回来 是比较可惜的地方 因为量一直没出来嘛 可是这段期间 台北股市 4月份跌了1200多点 长龙阳明反而能够撑住 代表他已经跌不下去了 所以在随时量要下跌 量要下跌就会撑了 起码没有风险跌的啦 有你来报的沒關係 那我们 因为今天时间 刚刚讲大盘的部分 讲的比较多 我们直接来看 电子股一些重要的股票 你看高档的股票 新兴南电景硕 今天还大跌 所以完全回归到 各股财报身上 你从各股财报去看 会来得更准确 大盘的部分 你就听林特彦的分析就好了 那今天联发科一涨中 普瑞 瑞玉 你看这个都是跌很深的股票 然后获利都是 单季都创历史新高 瑞玉也是 联勇也是 联发科也是 这个底部都开始有 大反攻的味道出来了 年电一涨之后间 世界先进 利基电 都跟着上来了 所以这两组的带动效果 其实是还蛮有看头的 今天友达群创 群创老板 因为友达在法术会的时候 友达表态第二季还是会很差 尤其在大陆封锁的情况之下 那群创昨天的表达是 群创说 虽然现在不好 可是已经看到曙光了 你看一样是一句话 一个是讲目前很不好 一个是我看到未来了 那表现上 昨天面板股大跌 今天面板股在大涨了 所以说话艺术还 真的是蛮重要的 会影响到投资人 对股价的一个认同度 那本来友达群创 13块已经有到小块了 就算目前面板价格报价不好 可是价格已经那么委屈了 真的又拨不拨不拨掉了 每股仅值都还有28块钱 可是长线的架构 还没有完成 顶多还是打底盘而已 所以这种股票我也不会去锁定 那台光店今天就大跌了 因为第一季的财报 成长力度不够 虽然创了同期新高 可是成长力度不够 今天就呈现大跌了 所以回到个股的财报来看 会有很多让你赚大钱的机会 你看聚集今天涨停了 这也是跌很深的 从275腰斩剩下130元 今天就拉涨停了 财报期间每年的行情就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 华硕跟技嘉这段期间 4月份的行情其实也是很抗跌的 大盘最后这个礼拜刹下去 它其实也是很撑的 所以华硕技嘉这个假期也很燙 到时候财报发布出来之后 也是很有可看性的 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跟大家畅所预言 那我画龙点睛 我把重点提出来跟大家报告之后 你往这方面去找 往这方面去找 今天也跟大家谈的联电 谈的联发科 这40档个股一定要避开 谈上来遇到压力赶快走掉 换到其他股票去 鎖定第一季财报大力多创新高 股价还在底部的个股 不然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一起来操作 我们负战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祝您操作顺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限限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